4K 8K都清晰 甚至能做到100寸16K显示器 这些学校没教你的技术 企业界现在要主动教你 尤达今年招募1000人 牺手人保伪创组成学用接轨联盟 要帮助1200个大学生 人才的这个流动 它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也提供非常有竞争力的薪资福利 想留财更想培养人才 都是因为近年大陆开出五倍薪水 相当于千万台币年新挖角 让面板业出现人才荒 台湾你要增加各式各样的投资 有需求的时候 你那些工资什么22K 20几K这个问题 就会往上涨 42门专业课程让大学生线上学习 再到企业实作 如果顺利取得实习机会 还有望毕业及就业 企业也不用怕人才训练完就失联 面板双虎抢人大战 有打靠产学合作 群创则是10月起 要办三场人才面谈会 更引进大数据人资系统 要用AI媒合出最适合的人才 不过讲到刘才 鸿海董座郭台铭也有心得 给你们来个免费的身体健康检查 我个人的荷包出的钱 腾股民更腾员工 鸿海流财政策不止一年 平均给每位员工128万分红 年初开始也提供外派员工 每天250元港币津贴 相当于台币980元 假设外派250天来算 员工就能先赚台币24万 让精英们舍不得提离职 东森财经新闻六志洋昭台北采访报导